写到哪一个储存格的话 它可以用offset 0的话就是同一列的意思 5的话呢 就是向右5个储存格 也就是说呢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 在哪里呢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那当我有资料的时候呢 我就向这个地方偏移5个储存格 那就刚好在这里 就是把资料呢 写到这里 就是offset的用法 那再来的话 这一个 1就是一列 0就是0栏 点slate就怎么样呢 本来是在这个储存格 对不对 它就在向下一个储存格 那向下一个储存格之后呢 再把资料怎么样 写到这边来 再向下一个储存格 再写到这边来 那它的结束条件到哪里呢 就是当什么呢 当没有了 有没有 所以 这个这种回圈 它没有告诉它到哪边结束 而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资料已经没有了 就停下来了 OK 不过这个缺点就是说 如果中间有空白 刚好那个格子 没有资料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继续往下了 那缝回圈不会 缝回圈反正你告诉它 从这边到这边 它就会帮你跑完 那两种回圈各有优缺点 不过 我发现呢 其实你们学太多回圈呢 也不见得是能够消化了 因为发现呢 你学很多 最后 我发现 其实用for回圈 大概95%以上的 都可以做得出来 不见得一定要用那个坏回圈 OK 所以 大概让大家了解一下 坏回圈 跟for回圈之间的差别 那当然最好你两个都会 不过说真的 写程式这种东西 真的是 还是要有一点点天分 如果你不是以那个 以就是成为VBA的工程师 当成目标的话 那你大概了解这个就好了 OK 那这个换回圈呢 你至少知道 那最好也可以写得出来 如果写不出来的话 那你至少要会for回圈 我觉得for回圈 比较好理解 OK 这边跟各位补充说明一下 另外这边的程式嘛 这一段呢 实际上 用一个format就搞定了 但是你也要懂得format怎么用 format怎么用 那这个format函数的相关说明 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前面一直强调就是说呢 我有给各位一个 比较精简的一个VB help 其实从这个VB help里面 就有说明了 你可以从这边去做查询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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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